大家好,我是梁医生 如果你有脱发的问题 你想要把它给治好 那最关键的第一个步骤 就是你得判断自己属于哪一种类型 那如果说你自己的父亲母亲 或者像爷爷奶奶这一辈 就有这种比较明显的脱发的问题了 那你从二十岁开始就开始头发稀疏 发肌肌后移 那像这种明显的有遗传倾向的这种脱发 最常见的就叫做雄激素性脱发 那你内心可能会问 你这个脱发怎么还和雄激素颤上边了 那我们脱发不都是什么用脑过度呀 像什么熬夜呀 像什么程序员呀才容易脱吗 那其实你会发现像很多像大学教授啊 甚至中国工程员院士啊 甚至像很多程序员 他们不是都脱发呀 那其实这些原因它只是诱因 如果你没有这个遗传的基因的话 你会发现你自己也不太容易一下就脱顶了 但是如果你有这个基因 你再有这种用脑过度的诱因 那你的脱发呢就会变得非常快了 那雄激素性脱发呢到底什么意思呢 那其实呢就是你的这个毛囊区域呢 遗传了一种东西叫五二法还原酶 这个酶呢可以把你身体中的雄激素变成二千搞酮 这个二千搞酮呢是个坏东西 就把毛囊给破坏了 毛囊一破坏 本来呢长得很雄壮的头发 变得越来越短越来越细 到了最后呢就不长了 毛囊就彻底破坏了 坏死了 你这个地方呢就开始直接就全涂了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你呢来看一看你的头发 有没有在发际线这一圈有一些又短又细又软的 甚至有点像汗毛一样的这种短小的毛 就在发际线这一圈 如果你发现呢你在发际线这一圈有这样的毛的话 并且你头发呢变得越来越稀疏 发际线有点往后移 你要小心了 这有可能呢就是雄激素性头发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了 那么这种毛呢叫做脆毛 这个脆怎么写啊 就是三个毛 这个叫脆 那一旦出现这种又细又软又短的这种毛 那你要小心了 并且呢这个毛你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短 越来越往后移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特别容易出现各种各样这种造型的头发 发际线后移 从二十岁开始呢就开始呢 践形性的越来越加重 并且呢还有遗传的因素 那有这些表现就雄突 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说我这个头发呀 一块一块一块的掉 怎么俗称叫鬼剃头 就是突然呢 拖一块拖一块 那么这种情况呢叫做斑突 那这个斑突啊 和我们前面这个说的熊突呢完全就不一样了 那除了有这种情况之外呢 还有一种呢就是 你看着没有这种又短又细的这种头发 但是最近工作压力特别的 最近呢这个吃饭吃的不好 阴阳不良 挑食 或者呢最近熬夜熬的特别多 本来以前没事 突然呢最近这个头发大把大把的掉 那想这种情况 通常呢都是这种激素紊乱呀 营养不良啊 或者这种压力导致的脱发 这种脱发呢 你没有诱因了 他自己的头发又开始茂密了 并且这个脱发有个特点 你就是在这个脱发之前 你没事 就是头发很茂密 出现这个诱因了 你才开始掉头发 你这个一段呢没有压力了 吃饭好好吃了 很快头发就长回来了 那这个就是这种营养不良性的 或者是这种激素分泌紊乱性的头发 这个呢都很好治了 我们来看一看 如果呢你是熊秃 你该怎么治 那熊秃治疗起来比较麻烦 那首先呢讲一个最现实的 也是大家用的最多的 就是呢就外抹的药 叫做米诺蒂尔 这个药呢有比较好的种 促进毛发生长的作用 并且它外用比较安全 男性呢通常5% 女性呢通常推荐2% 那如果讲到内服的药呢 这个内服的药通常呢 都是抑制的熊性激素的药了 那男性的话通常呢 口服比如非纳熊胺 叫薄法指 它的那个商品名 那女性的话通常都用环柄韵酮 但是呢这两个药都是处方药 那必须在医师的处方下 才能使用 它比较安全 所以说呢这个一定要 听医生的建议来去用 外用的药还安全一点 这个内服的药呢 要遵医嘱 别的呢也没什么太好的方法了 你凸的特别厉害了 你就只能去直发了 那如果说没法直发的话呢 你就只能带一个这种假发片 或者这种发套来去呢遮掩一下 这个问题啊 说实话治疗起来难度比较大 不管是呢 用中医的方法 吸的方法 调理起来的都挺慢的 你呢可以让它呢 控制它的发展 但是你说彻底治好了 恢复一头茂密的头发 有一定的难度 那我们中医上来讲 那治疗这种熊拖的话 那常见三种情况 第一种呢就是身体中啊 这个湿热特别重了 湿热往上一熊针 哎导致的这种头发 你一看到头发油腻油腻的 一身舌头 舌质红 舌苔黄 这个人的上活的表现比较厉害 口臭便秘 那这种情况呢 可以用一点叫除脂生发片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身体中血虚了 发为血之鱼 哎 血一虚了 那没法上养于头发 那当然样也会脱发 那这种情况呢 就是有血虚的表现 面色白 纯色白 身头舌苔 舌质带 哎 舌苔白 你看眼睫 眼睫的眼色也白 手指甲一捏 一松 灰顺很慢 蹲下起来头晕 女性呢 这个月经量少色淡 那就可以用一点 这个养血生发颗粒 去养一养血 顺一顺发 那么第三种呢 这个肾 齐滑在发 和谁有关呢 和肾有关 那补补肾呗 那你看肾虚了 腰细酸软 这个头晕 耳鸣 记忆力减退 是吧 这个肾阴虚的还会出现 潮热倒汗 这样的情况 给它补一补肾 用什么呢 常用的一个药 叫七薄美燃丹 或者七薄美燃颗粒 像这样的药物 可以呢 以补肾生发为主 但这几个药物里面呢 都有喝手污 这个喝手污呢 是对肝肾呢 有一点潜在的损伤 所以说呢 也建议在 医师的指导下 进行服用 如果呢 你想要更安全一点 比如说 如果你是上火比较厉害 可以用点龙胆泻肝丸 那如果呢 你血虚比较厉害 可以用点这种八真丸 或者八真颗粒 养一养血 那如果呢 你肾虚比较厉害 你可以先用一点 像六味低黄丸 肾一虚 那如果说呢 怕冷了 你就用点 金桂肾起来 肾养血 那这样去用药呢 它就很安全 那你可能也会听到说 还有很多人教我说 用生姜擦擦头皮 或者用侧柏叶泡酒来去洗 那这个方法呀 正理来说 它治疗斑突 我们叫做鬼剃头 它的学名叫做油风 就突然呢 这个头上呢 一块就脱落了 你一看呢 头皮还正亮 是吧 就和骨 给你把头发给剃了一样 那这种情况 你用生姜去刺激 或者呢 用这种侧柏叶泡酒 去来外抹 效果都很好 但是呢 它治疗 前面说的这个熊土 效果一般 正理来说 效果是一般的 那如果呢 你是后面的说这种 说我是因为工作压力大呀 营养不良啊 导致的头发 你去用这个方法 也管用 为啥呢 它刺激毛囊啊 你本来这个毛囊营养不良 你用点生姜一擦 或者呢 我们有一个比较简单 一个小方子 可以用什么呢 用一个粮食的酒 加进去什么呢 侧柏叶 那么再加去一点什么呢 再加上这个生姜 泡酒 那么泡完了之后呢 用它来去涂擦 但是呢 一定要小心防止过敏 有些人擦完之后 头发痒 发红 甚至要起疹子 过敏了 就别用了 那么这个方法呢 对于呢 就是营养不良型的 压力大的 你平时呢 总是熬夜的 甚至程序员 那么说这个局部的 这个气血供应不上了 那这个毛囊 它也营养不良啊 也会出现突发的问题 你给它用上 它就很管用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 典型的雄徒 那前面讲的这些症状 你有的话 效果呢 可能就不够好了 你可能用点米罗蒂尔 效果就会更好一些了 那如果呢 你是斑突的话 你也不用太紧张 通常的斑突和情绪压力 比较大有关 首先呢 去掉你的情绪压力 那么第二个呢 你可以根据前面的 我们讲的这几种症型 你是血虚的呀 肾虚的呀 还是呢 湿热的 选一些这种药物来去用 那第三个呢 局部用点米罗蒂尔 或者局部用点生姜擦一擦呀 刺激一下呀 那大约半年到一年 很快就长出来了 这个斑突呢 它自己呢 它也可以慢慢长出来 所以说你不用太担心 但是如果你是雄徒的话 那还是建议 急早治疗 多去用一点药 多去呢 用点中程药 去调一调它 别让它再近点 如果说这个毛囊 彻底坏死了呀 连这个小短毛都没有了呀 它呢 就不太容易再能长出来了 毛囊坏死了 就不好长头发了 所以说呢 雄徒你还是要好好治疗的 如果呢 你是最后一种啊 压力大 或者呢 是因为内分泌紊乱 或者呢 是因为中医食材的问题 那你把这些诱因给它去除了 再稍微调一调 那效果就很好了 好 本期课程到此结束 更多健康知识 请关注我